欢迎收看时事关键 您好我是吴丽亭 我国出口的家具在国际市场享有盛名 每年也为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贡献 家具业具有庞大的发展市场 但业者在经营和运作的过程中 却面对种种的问题和挑战 时事关键今天就邀请到 MIFF家具设计竞赛的总评审 Philip Yau 以及麻坡家具商会会长梁志杰 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要和我们谈谈 我国家具业的发展 是的会长您好 Philip您好 是的会长首先我想问你 据我所知道我们都知道 大马是世界的第八大的家具出口国马 在2012年的时候 出口额就达到81令吉 那么大马目前就面对其中一个情况 就是可能面对来自中国 越南还有缅甸的竞争 在这方面你觉得 马来西亚的家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家具行业已经进入了20年了出口 那么对于这个竞争的话我们每年都在竞争 那么竞争其实所谓的中国跟越南跟缅甸的话 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有分成竞争有分成两种 一种是恶性跟良性 我相信今天的恶性的竞争 我们先讲不讲马来西亚 我们讲中国跟越南 其实中国我觉得是这个恶性的竞争 就是所谓的以价钱起胜 这方面的条件应该目前看不到了 他也同时在转型提高 就是所谓的良性的竞争 所谓我们讲马来西亚是良性的竞争 就是所谓把这个数字 数字跟design跟产品提高上来 这叫做良性的竞争 我们这个恶性的基本上是跟这三个国家 是完全没有 也同时就是我们的range不同 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定位不同 他们的跟我们的不同 那我们也是这个热带雨淋的国家 那我们的这个木头 其实你说木头的话在全世界 木头佳祭的话 马来西亚是算拍得上前面的位置的 享有声明的 对 是的 刚才就是会长有说了这一个设计 那么对Philip你来说 就是你怎么看待 就是建立这个品牌 还有这个家具的设计 是不是能够增加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家具的优势呢 那品牌建设和设计是肯定是往前面走的 推动这个行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 但是我们也要分析几点 这个其中一点呢就是马来西亚的人口相对来说是比较小 我跟国外商相比 我们在这个消费层的这个对家具的要求 总类也比较多 因为马来西亚毕竟还是一个 跟国外接轨的比较早的一个国家 在亚洲相比 所以我们对家具的品牌 家具的这个审美要求是比较广泛的 所以在国内发展 如果要国内要发展一个品牌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来培育一个品牌 就所以今天我们还是比较难找到 马来西亚的家具品牌的原因就是 这是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呢就是家具已经到了像服装一样的一种状态 它的R&D的时间很短 就是说你能很短的时间 每六个月就有几款新设计 那跟你合作的经销商就很快的又换货 那关键的我们能否有这个市场来支撑这种 这种这么快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的家具都是出口到国外的嘛 以国外为主 那么在国际市场方面 在对马来西亚的这个家具的设计 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好 马来西亚的家具市场 出口市场一直都是以这个OEM为主 这个所谓的OEM就是为我们下单的代工生产为标准 比方说在一些国外庞大市场的一些订单 他们已经有了一两年的潮流的计划 他们就会把这土子拿到马来西亚 利用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木材资源 和我们的这个相对来生产管理比较有效率的 的一个配合 那我们就跟其他国家相比呢 我们的这个OEM是做的相对比较好的 那它有它的这个弊端的一面 它的弊端的一面呢 就是我们没有自主的设计 我们是为了别人而生产的 所以哪怕很多你去了美国 欧洲都看到我们生产的家具 但是它没有带有马来西亚风格的设计 那么这一点的话 因为你目前的话 你本身是马来西亚出身的这个家具设计师 然后你目前是在中国市场发展 你觉得马来西亚自己可以生产 有自己马来西亚风格的这一种设计的家具吗 这个问题啊 从两方面去说 第一从爱国的这个角度呢 很多时候每一个设计师 或者每一个政府都希望说 我们要设计马来西亚风格的设计 但是我们要讨论一点 家具其实就像服装 它是跟我们人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对潮流的需求 其实现在是很国际化 就是以互联网的国际信息的 这么快速的一种发展 那其实很多消费者现在已经处于说 我喜欢的是国际设计 而没有说针对是马来西亚针对是什么 什么国家 对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话题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产品 同时也要让别人接受我们的文化 再喜欢我们的产品 我觉得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刚才你就说到嘛 马来西亚基本上这个家具是分两种类型的 一种是以量取胜的 一种是以quality就是素质取胜的 那么在这个设计方面 会不会造成你们这个营运成本就增加呢 基本上我们对于生产生产工厂生产的话 工厂是喜欢以量取胜的这个方式去走 但是你不能不否认就是刚才就是所谓的 所讲的这个design这方面 就是六个月八个月就来一次了嘛 现在的这个消费者 不像以前可能五年六年再来买一次嘛 所以我们同时这样的情况呢 最近这个马来西亚这几年的工厂 也建立了一些就是 不是就是一间工厂出道完一个产品 其实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就是 一样产品可能是40个percent是在外面外包 60percent是自己做 也有可能就是说 我所讲的就是我要买手 有手的工厂买 我要买脚 有脚的 我们要买这个就是说 不同的零件 不同的零件都在外面买 然后我自己组装跟喷气 所以从这样就能够做得到六个月换一次 八个月换一次 这方面我们就没有这样大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马来西亚就是大中小 subcon有很多嘛 所以你要买什么都买得到 所以它还是在价位这方面跟这个能够 能够就是平衡到 平衡到 平衡到 好的 谈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资讯回来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别走开 政坛焦点 热门话题 华社动态 财经大事 全都在马兴社华语新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是的 会长我想知道 就是大马家具 除了面对这个来自市场的竞争以外 其实你们最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人手 因为就是生产这个家具 需要的是大量的人手 那么政府的这一个最低薪金制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想问一下 基本上这个家具吧 工厂 这个我们就是自动 我们能够在哪一个部门 用自动已经全自动了 但是有些部门是需要人手的 因为如果这个家具 全部是自动的话 它就是雕像 雕像就没有那个价值 所以家具 尤其是木头嘛 木头这方面它有活性的嘛 所以它后半度有一些部门 是要人手来去处理的 那么这个人手 其实在每一个地方 包括宾城、斯兰沃、 佐夫、佐德、马坡 它是占了6.4%出口 整个马坡是有20多万 到20多万能够 但是有700多家工厂 根本是不够这些人的 我们是要引进外劳这些方面 所以这个家具 这个行业的人手这方面 是肯定要的 它是一个艺术品 不知道它是一个工艺品 所以目前你们的情况就是 多少%是靠这个机器 多少%是需要这个人手的呢 这个也要看什么种的产品来看 有些是这个雕的雕花 还是它的这个step多的话 它可能人手就用多了 有些产品是不需要这么多了 总之都是需要这个 没有就是所谓的 就是100%自动的 所以这个人手很重要 因为这个行业是 肯定能够再走下去的 就好像我们刚刚迪萊娜所讲 6个月就在刺激这个消费者 6个月8个月给他再出新的东西 所以你看每一年的成长 都有数目字看得到的 那么万一有一天的话 这个外来劳力可能他们也觉得 马来西亚的薪金不再吸引他们了 那么你们要如何吸引本地的这一些人 去加入你们 本地的人去加入你们的这个家具业呢 对于这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没有去想这方面 因为本地3000多万人口 其实我们本地的人已经有在用了 也没有说我们本地人是用在中办 就是supervisor用在这个QC这方面的 当然你说这个 以前只有很少的工厂嘛 出口也少嘛 所以本地人我们还可以用得到 但是今天的马来西亚是差不多算千 就算千间的这个家具 根本马来西亚的人是不够我们这个行业用的 制造员 所以肯定需要这个外劳 至于这个工钱这方面 我们这个行业的人也不是说不可以调性还是什么 要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调 当然我相信这个行业 就是说本地人我们还是有 但是外劳这方面是不可以没有 因为你说人力很重要 然后你就说外劳这方面 对你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可是在就是技术方面的话 他们可能不够纯熟也不够熟练 这方面你们怎么去克服呢 所以我们刚才我刚才讲 我们的我们还是有本地员工 他是在在我们的这个supervisor 这方面我们培养的很强 所以我们有这些本地的是外劳 所以外劳来的话 他就是有一个方程式的教导 他不会跑的miss的很多 所以我们没有担心这方面 就是说会断掉 因为我们每我们这些工厂 都每年都栽培这个中间 这一段的这个这个员工 这就是我们本地员工 这也就是我们一向来 有在做的这件事 是的 接下来我想问的就是 Philip 就是目前嘛 现代人就比较注重这个 居家的生活品质 而说到注重这个生活品质的话呢 他们对于这个家具的设计 也有一定的要求 那么在这方面的特质的家具 已经成为这个家具市场的 其中一种趋势 可以请你谈谈这方面的趋势和发展吗 我们先说说特质 这两个字嘛 在家具行业呢 如果说特质的话 它应该是custom design 或custom made 从这一方面来说 它对整个家具行业的发展呢 是没有相关的 因为它的数量太少了 它是一个小桌房 或者是特质 很高品质的一些小桌房 去完成这个任务 那回说到我们 我们这个家具行业的一个发展 跟我们国内的家具需求 这个审美需求的一个关系 毕竟我们要接受一个现实 就是马来西亚呢 一直以来都不很推崇 这个美术的教育 所谓的美术的教育呢 我们去欧洲 去西方国家 去什么博物馆 或者是这个艺术 或者是这个画廊 我们都会看到一大批的小学生 老师带他们去了解 什么世界最有名的画家 那在这种教育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而然地 对这个审美的要求 会很到位 就是他们不是跟风着 他们是潮流追求着 那在这样有审美需求的 一个环境 或者一个消费层呢 自然设计师的水平也相当高 这是因为在欧洲 在西方他们的艺术 他们在设计这方面 远远超越我们 这个是一个观点 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马来西亚其实也不落后 原因我们都是从小都在国际 跟国际西方信息接轨的 因为我们我去到中国呢 大家都为我们的这个多元语 多种语言的能力 而觉得很激扬 我们转过头来可以说粤语言 就再转过来就是中文或者英语 所以这方面马来西亚人呢 对设计的需求挺国际化的 但反过来 我只是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就是 既然我们有这么国际化的思维 和国际化的这个审美需求 我们为什么没用在零饮 零饮家具设计这方面 所以这个是有点脱节的 我想强调的就是 其实家具设计 在家具品牌拓展的 发展的情况 它只是扮演了一个小部分的角色 整个如果一个品牌 要发展的比较全面 它包括好的家具设计 它包括好的形象 一些推广家具生活的一个方式 而不是把家具放在那儿 要你去选 它一定会有一个家具的一个环境 那家具的环境呢 包括饰品 你怎么摆放你的搭配 然后营造一个生活的 一种高度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远远把家具设计 放在一个重点的话 那就很难达到一个品牌的一个建设 所以从这方面 我们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 好的 谈到这里 我们再进一段资讯 稍后回来 我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别走开 我们只要一件一件alo 这点是美好 而且美好 这不是战争的缺习 我旅行不因为我喜欢旅行 我旅行所以我可以说这个 你所欲求是在你身上 你必须要在平衡 准备了四十年 引起人周围的世界 找到平衡 我去和我聊到人 我向他们与他们的可能性 他们也要在自己身上 发现了一切 这些人的缺乱 每个星期间 从9点到9点到9点 为最新的新闻 最新的故事 和人生的面子 只要在本身上 只要在本身上 每个星期间 最新的新闻 欢迎回来 是的每年举办的 这一个马来西亚国际家具展 被视为是本地家具业者 最大的这个展销平台 那么就我所知道的 今年的展销会 就特别增设了 这一个麻坡展馆 会长您认为 这一个这样的展销方式 有没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那么在这方面呢 为什么叫做麻坡展馆 就是其实整个马来西亚 这个麻坡就是占了 差不多40到50%的出口 那么在十多年前 有一些这个这一些买家 他知道摸麻坡 但他不知道马来西亚 在20多年前 所以这个麻坡展馆 这个馆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工会 跟这个UVM一起配合的一个项目 所以就把整个这个展览会提升上来 那么麻坡就是在制造业 这个家具在这方面 这一向来都是领头羊嘛 所以那么UVM 它是属于一个国际性的 一个很资深的一个展览 这个organizer 所以我们就是一起配合 成为一个策略联盟的伙伴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配合 不只是在展览这方面 也会进入在设计这方面 带动这个麻坡的这个展览馆里面的这个 这个展览上提升他们的product 来推行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产品 其实就是麻坡有已经进入了一种 就是说一样产品 不只是就是说它能够很快 它不像一些可能要时间 因为buyer嘛 不只是讲价钱 同时也是这个关键在这个交货期嘛 那麻坡在这方面两样都相当强了 所谓的为什么会这样是 因为麻坡的可能我处200个柜 但是我200个柜里面的产品 可能60%我是在周边的 麻坡就有周边的这些大大小小的subcoin 来一起支撑 所以这样的做法的话 relivery低强 第二价钱肯定也是占优势 不一定你一样产品自己做是便宜的 有些东西就是大家借力使力一起做 当行情不好的时候 大家也一起分担 当行情好的时候大家一起上 马来西亚国际家具展 每年都会举办这个MIFF家具设计比赛 你也担任评审的 明年你还会担任这个大会主要评审 你觉得参赛者在他们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应该就关注什么样的设计呢 如果是参加比赛的话呢 这个关注的设计是应该是什么都不关注 或者什么都要关注 因为如果太注重一件事的话呢 他的思想 他的这个创作思维呢 就不能 离开他的这个框架里面 我们今年的那个主题是 Living Furniture Leading Design 他的意思就是 我鼓励学生参赛者呢 都要先欣赏 甚至是感受家具 如果设计师或者是学生们 没有对家具产生一种欣赏的 或者是使用的一种关系 或者是那种Furniture Born with Furniture 但就很难的去考虑 这个设计是怎么样 让我们做得更舒适 那我们不能说 创作一个家具呢 是只是用来工赏 或者是只是艺术品 它毕竟还是一个商品 所以如果是要把一个商品做好的话 我们要先从 先了解这个商品的用途 先了解这个商品的制作模式 甚至这个工艺需求 那了解的 这种种这方面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设计的基础 那我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这个concept可以离开这个框架 然后兜了个圈 把这新鲜的东西带进来 然后融合我们这些市场的需求 或者是这个工艺的需求 这样的话呢 这个设计才是 是有这个价值的 跟以往有点不同呢 以往呢 大家做这个家具设计 都给一个参赛者 一个很大的框架 但是往往这个大的框架 我们只看到概念 这个概念离开真正的产品 还是有段距离 这一次我们改变了 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 都针对不同 都针对他们选中的 一种家具的一个制造需求 而设计 刚才我说到 马来西亚的家具设计呢 其实跟国际相比 还是一个距离的 所以我们是采取了一种 所谓的fast track 就是这个 应该说捷径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不缺乏 有世界思想的学生 或者是参赛者 我们只是缺乏这个 参赛者对家具行业的 一种认知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 家具行业的知识 传达到这个 这个学生 或者参赛者的 知识里面 那他们的设计呢 就更有这个制造价值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参赛的这个模式 是以这种 针对性的 去的框架 来提交这个设计方案 你说到就是这个 生产价值嘛 这个产品本身的价值 那么我想知道的就是啊 基本上那些参赛者 他们的得奖之后 接下来的发展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其实一直以来呢 我都觉得 家具设计师 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专业 在国外 室内设计师 建筑师 甚至是服装设计师 平面设计 我是来自平面设计的 甚至是一个工业设计师 都可以成为家具设计师 最关键的还是 他们本身 设计师本身 对生活的需求 到达什么细腻的程度 比方说 你生活需求 是比较讲究舒适的 然后你对文化的理解 还是比较到位的 那身为设计师 有设计理念的 设计思想的人 都往往都可以 从事家具设计 他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 怎么样跟工厂的 或者工艺的人 做一个交接 我们没有一个行业 王庄全全是 家具设计而去设计 这个行业 因为我想说的就是 它是一个審美的结合 審美和家具需求的结合 您说的这些设计师 以后得奖了他的 往后的发展应该怎么样 其实这个行业的发展 机会非常非常广 它可以成为设计师之一 它也甚至可以为设计 做设计推广 它甚至也可以到企业里面 去从事一个 比较有设计分量的 一种营销模式 所以这个行业的需求太大了 所以我们这个厂商 我们也同时现在就是在 寻找这一类型的 这种的中干 跟这些设计师的配合 所以我们就是两方面 就是我们是制造 那么我们要跟这些设计师 怎么样去配合 再走下去这条路 好的 谈到这里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感谢Philip 还有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对这个本地的家居 有更深的一层的认识 好的 谢谢 我是吴丽婷 下一集的《时事关键》 我们再会 《时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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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事关键》